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约翰二书的第八到十一节 题目是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 约翰二书第八节 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约翰乃是深暗属灵征战之理 他知道在世上有基督的追随者正在努力的为主做功 我们或多或少的知道我们是为何而做 或者是用为何而战是个为贴切的形容 基督的跟随者不会是被操控的木偶 而是为所知和为所信的在奋斗的 对于别的队伍可就不能这样说了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被自己的恶欲所驱使的 有的为民有的为力有的想要高人一等 魔鬼们会用许多各种的引诱来驱使人 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努力 他们也是在征战 有这样的队伍和那样的队伍在这个世上活动 我们也在其中 虽然大家的目的不同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每一支队伍都在争取的 那就是人 有的队伍要人的钱 有的队伍要人来崇拜他们 甚至有的队伍认为他们正在做正确的事 他们也是要人信耶稣 但是他们要人信的却是一个不一样的耶稣 对于我们来说 这样的队伍是最危险的 因为我们不容易看出他们来 除非对真理很明瞭的 像是约翰或是保罗这样的牧人 许多人是很容易被他们所迷惑的 以为是找着了通往天国的路径 谁知却是通向灭亡 在第九节当中 约翰告诉我们 如何才能确保我们是行在正确的道路上 他说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 那住在这教训之中的 他才有了父也有了子 我在这里用的是中文标准本的译文 我们也可以看看 这两个译本和译本之间有翻译 有共通之处还有不同之处 在这句话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教导 我们要遵守的也就是基督的教导 不是要每天和圣灵打招呼说早安 也不是每天冥想圣灵 这些事可不可以做呢 当然可以 但是我们从这些活动当中所得着的 也应当是与基督的教导是相符合的 我曾经有遇过基督徒 他们每天花很多的时间打坐冥想 然后自己练习方言和灵歌 有这样的恩赐当然也是好的 但是他们在与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 动不动就说圣灵告诉他们这个 告诉他们那个 这说的是圣灵的启示 我们也都让他们说了 但是与他们深入交流 就发现他们对圣经的认识 有许多诸般的错误 另外他们也常常喜欢高举灵异的经验 虽然没有明说 他们的意思就是 像他们有这么多属灵经验的 应当要在会中做领袖 受人尊重 又多与他们相处 也发现他们特别会为了世上的好处 而临到他们而感谢赞美主 特别是喜欢高举这样的经验 当然这只是佐证 是有一点偏离主题的 他们对于自己的利益比较在乎 但是对于让他人得益的事 就不那么热心了 这确实是要较细心的观察 才能比较 才能分别出来的事情 人虽然难以分辨 但是神一定可以 神会把自己 给那些长长手的基督教训的人 就是能够爱神也爱人的人 就能够得着神自己 想想看 约翰年轻的时候 经过撒玛利亚 因为人不肯接纳耶稣 约翰就求主 允许他的祷告 能够求天上降下火来 烧灭那城 你想 如果神将自己的能力 给了那时候的约翰 他那个时候一个祷告 就从天上降下火来 烧灭许多人 那又怎么样呢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要将自己的生命转化 于何于基督的教训 那么我们就会有负 也会有职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